泰国多个旅游景点过去两天经历了血腥爆炸连环攻击事故 夺走了四条人命 震了月龙的爆炸声响吓坏了民众 也在遇难者的家属心中留下深沉的悲痛 在接连发生四宗爆炸案的旅游圣地华新 一些罹难者的亲友今早重返案发地点献上鲜花悼念亡魂 华新分别在星期四晚上和昨天一早一连发生四宗爆炸事故 事发至今虽然已经超过24小时 但现场依旧一片混乱 路边的摊档都被炸毁 公共电话亭也严重受损 商家今天回到现场修复毁坏的店铺 遇难者家属则献上鲜花 除了悼念亡生者也祈祷类似事件不再发生